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 我想要提醒大家 一般来讲 《特地看世界》是不会选择这样的题材 主要是素材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但因为这个影片流传很广 我觉得这个影片会流行起来 也代表了中国的一个声音 所以还是跟大家分享 但我希望大家把它当电影看 先不要当纪录片看 那这个故事最早是来自一个抖音账号 原本平常这个账号多半是在讲房地产 一个影片的按赞数只有几百个 但这段影片却爆红 获得了近13万个赞 之后又被转到推特上 引发外界的关注 影片以第一人称的方氏 自称是来自河南平顶山市的张三一家 原本生活十分幸福 却因为疫情洪水跟政策的影响 自己跟妻子双双失业 接着女儿出生 家庭经济情况每况愈下 唯一的房子也将被拍卖 他在影片结尾 祈求银行不要拍卖他的房子 否则他将真的一无所有 很多人说 这个故事反映中国很多年轻中展阶级的困境 他们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展开新生活 住着新房子工作蒸蒸日上 但其实却一点都不敢放松 稍有变故 就会让原本美好的生活一系崩盘 中国网友就形容 自己是上流世界的下层人士 也是下流世界里的上层人士 大家好我是范姬肥 欢迎收看范姬学的此得一看世界 影片中的主角张三说 他曾在郑州四环的小餐馆做厨师 而妻子在补习班当老师 两人的月收入比一万人民币更多一点 付完房贷或生活费 每月还能够有4000块的存款 生活还不错 但当疫情席卷郑州的时候 餐馆跟补习班暂时停业 张三跟妻子就只能在家吃老本 张三的小餐馆没有撑过疫情 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新工作 但没想到新餐馆没多久也关门大吉 正好这个时候张三的女儿去年9月出生 刚好可以回家带孩子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政府宣布要整顿补教业 整个郑州的补习班都关门了 所以在家刚生完孩子的张太太 也不用思考生完孩子之后 是要休息多久再回去补习班上班了 张三的妈妈想到郑州加减工作 顺便帮忙带孩子 才发现城市里的工作 几乎都要使用电子产品 过去在田里面务农的张妈妈 连收银机都不会用 最后变成妈妈全职在家带孙子 张太太跑去超市当收银员 但这家人的悲惨境遇还没到底 今年7月20号的河南郑州水灾 就冲走了超市里的商品 超市没了 张太太又再次失业了 张三说每个月4800块人民币的房贷 就像吸血鬼一样 每个月1.1滴的吸干他们谨慎的存款 他再付出房贷 房子就要被拍卖了 张三即使能把房子卖掉 也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为房价从买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中跌 一样血本无归 这个故事我到现在不知道 是不是虚构的 但即使是虚构的故事 也显得很巧 张三代表的是在疫情中 被冲击很深的餐饮业 张太太代表的是被整顿的 补教从业人员 张妈妈代表的是城乡差距 乡村劳工到城市生活的困苦 房价暴跌 显然是在讲恒大危机 郑州水患代表极端气候给人的影响 但它是天灾也是人祸 现在中国流传着很多这样的故事 譬如11月初 郑州一名42岁餐饮老板亲身身亡 网友就说原本心血来潮 早想去吃一碗会面泡馍 走到门口却发现大门紧闭 才知道泡馍店老板想不开走了 压垮老板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持续两年的疫情 跟7月份的水灾 疫情造成全球 许多行业都受到重创 但中国的情况 还是有一些中国特色 比如说疫情对于各国经济 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中国防疫措施 一向执着于一刀切的模式 意思是处理事情的时候 不论情况差异 只用单一的办法来解决 长时间要求店铺停业歇业 没有收入 却还要消化水电房租成本 小公司承受不起损失 只能够关门 根据中国商业资料库 天眼查的数据 2020年第一季 中国约有46万家公司倒闭 而同时其新注册的公司 只有322万家 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8.9% 这些小商家不仅无力提供新职缺 还将持续裁员 在疫情夹缝中生存 本来就困难 再加上2021年 中国颁布了多项政策 对很多行业都有很大的变化 除了之前提到过的补教业 还有娱乐圈也受到重创 选秀节目被喊咖 综艺节目被要求整改 有名的艺人还可以靠过去的收入撑下去 但幕后的工作人员就没有这么心愿了 撑不下去就只好转行 由于这波政策打击的 很多都是最近几年很红的行业 比如科技业 本来是年轻人很向往的产业 一下子工作全没了 也造成年轻人失业的状况特别的严重 彭博社的报导就指出 中国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 是总体失业率的三倍 今年6月的时候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 由原先的15.4上升到16.2% 而接下来一年将有破纪录的909万学生进入职场 这让原本就紧张的就业市场压力更大 看到学生毕业级失业的现象 有些大学或研究所 干脆扩大招募研究生跟博士生 鼓励大家继续读书 延后进入职场的时间 但如果未来研究生买街跑 也可能会因此压迫到学历不高的 求职者的工作机会 就像影片里的张三太太 大专毕业在补习班当老师没有问题 但如果市场上全是硕士生来抢工作 专科学历就只能靠边斩了 全球化造成的结扣性失业也是原因之一 这是指老板们能够提供的工作空缺 跟劳工能提供的技能不相符 这通常是在市场激烈竞争 或是生产技术出现重大改变的时候 会出现的现象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道指出 中国约有1.7亿的技职劳工 然而只有7%是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 可以处理相对复杂的工作 但没有专业技能的劳工 长期被训练单一动作 例如如何把玻璃割得又快又好 但叫他去用电脑割玻璃 就得要重新学过了 所以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没有直缺 而是没有办法把人放在对的位置上 多数的外媒在看中国的中产阶级 都是当焦点摆在他们多有钱 如果中产阶级继续成长的话 国际上会有多大冲击之类的 很少会有外媒注意到中产阶级的生活压力有多大 香港的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就说 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其实没有外界想的美好 即便经济起飞 对于数百万人次中产阶级来说 大家最担心的是收入跟资产价值开始下滑 房地产价格开始崩溃 日常生活支出的费用快速飙涨 让大家生意越来越难做 汽车跟手机的销量持续减少 可以投资在子女教育上的闲钱也变少 南华早报还引用中国人力资源网站 智联招聘统计结果 发现2018年有21.89%的白领阶级 觉得自己负债累累 到了2019年 已经变成有34.6%的白领阶级这样回答 有很长一段时间 西方国家媒体提到中国经济起飞 充满羡慕的口气 认为只有中国才有这个魄力及效率 但我总觉得中国集权制度效率 把人的价值看得太轻了 在民主国家像张三这样的人 可以去抗争 可以去投票 要求国家改变政策 政府拟定政策的过程也知道 一定要推出配套措施 来减轻对民众的冲击 不然下次就选不上了 动作是慢 但冲击不会这么血淋淋 我一边看这样的故事 一边看到欧美国家纾困金 发到人民都不想回去上班 两个做法都会有长期的影响 但你喜欢哪一个呢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分析为了Stay看世界 天人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势 我们明天见